位于水里乡新兴村摄子段的一条野溪 应该野溪没有施作挡土墙 每当大水来临时水都会到处乱窜 造成内泼的部分有掏空的情形 先议员肖志全接获成情后 陪同县长林明珍前往会刊 我们这里乡新兴村摄子段 这个野溪 他们的这个野溪 过去都没有施售挡土墙 都用气死来忌 所以连久已经石头都腐化 所以造成摊坊 现在看这条石子段 这个野溪有好几只摊坊 我们要来加墙 来做这个挡土墙 肖志全议员指出 应该野溪没有施作挡土墙 加上野溪旁就是当地居民的交通要道 只要水溢来乱窜 就会影响当地居民的安全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县武 我们水宝客跟 这个大洋科这边来关心新兴村 有关水宝这个部分 来到我们摄子段 这个451地号这里 可以看到它是山坡地 也相当的陡峭 水沟S型来流窜 造成有些内坡的部分 造成很多地方掏空的进行 在会看后 小医院也表示 县长也允论改善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规划 施作挡土墙 早日解决问题 可能还要再透过我们车舍公司 来到现场 重新再作为规划 现场也当场答应 愿意尽快来请设计公司 把设计标做好 让我们工程单位能早日施工 保障摄子段这边 山坡地的安全 让之前现场来这边 施作的这个挡土墙 能够更为安全 更为大家出租更为方便 野兮若没有施作挡土墙 只要到谁一来 就会继续乱窜 偷空内坡 现议员萧志全 感谢县府对于地方的关心 也期盼相关单位尽速改善 保障民众的安全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